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脱离速率 在讲脱离速率之前 老师习惯先复习一下环绕的速率 什么叫做环绕的速率啊 就是在地球表面附近环绕 所需的最小速度 我们前面曾经有播放过一个互动游戏 就是用一个炮台去发射炮弹 那那个炮弹发射的够快的话 它就可以在它落海之前 让它飞到地平线以下 那地平线以下意思就是 这个地球已经往下弯曲了 地球是圆的 所以如果你发射的速度够快 它有机会在落到海上之前 就到地平线以下 那就可以绕一圈 变成一个人造卫星 那我们很快速的复习一下 当时是怎么算的 首先就是它绕圆嘛 所以需要一个向心力 而这个向心力就是地吸引力 地吸引力 作为向心力 所以当时我们是这样算的 万有引力 这个地球的质量大M 万有引力 作为向心力 左边是万有引力 右边是向心力 那距离 万有引力 它是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而我们的距离就是地球的半径 因为我们是在算地球表面附近的 所以这个物体到地球的距离 就是带地球半径 而今天它绕圆 做向圆周运动的圆 的半径也是地球半径 差不多啦 差不多是在这个地球表面附近绕行 那你就可以发现这个速率就可以算得出来 它其实就是 大G大M去除以R 好 那么我们当时可以把一些数字带进去 我们用一个技巧 那就是回应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是一种加速度嘛 物体在空中越掉越快 它其实就是有受合力 因为有加速度就一定有合力 合力就是质量乘以加速度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造成重力加速度的力 就叫重力 那后来牛顿就有发现 它其实是跟距离平方程反比 所以后来可以写成这样子 把平方分之大G大M小M 那它造成了一个重力加速度 结果这个小M可以消去 那所以你可以把大G大M呢 用GR平方来表示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个右边的圆 我们待会才会用到 这么一来呢 我们的环绕速率 这个环绕速率呢 就可以写为 根号的G半径平方再除以半径 结果就是根号GR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代入一些数字 这个G大约是大约是10 实际上是9.8 但如果只是估算一下 用10去代 那这个R呢 是地球半径6400公里 所以要换成公尺再加3个0 所以结果会是根号的64 然后乘上16次方 所以结果会是 8乘以10的3次方 大约就是8公里 每秒8公里 所以我们举例就是 如果你可以在一秒内 跑到西子湾 跑到奇金 这差不多就是8公里 那你就可以变成一颗 围绕地表的 环绕地表的人造卫星 这个速率 这个每秒8公里所需的 最少需要每秒8公里 这个速率我们称为 第一宇宙速度 就是围绕地球 所需要的最小速度 这一个成就是在1957年的时候 被达成的 那时候第一个人造卫星 史波尼克一号 顺利的绕地球 那他就是 大约是 要加速到 每秒好几公里 他才可以环绕地球 但今天的重点是脱离速率 脱离速率他其实就是 脱离地球 我们第一宇宙速率是 环绕地球 那第二宇宙速率就是 脱离地球 如果 有一个速率 往上 然后 他会被重力扯后腿 被重力扯后腿 但是他越来越 慢 他会越来越慢 可是有没有可能是 他一直都还有能量 就是让重力扯后腿 但是他还是一直往前进 那最后就可以脱离地球 重力的掌握 那这叫做第二宇宙速度 他是脱离地球引力的掌握 所需的最小速率 所需的最小速率 那这就叫做第二宇宙速度 那他就是要脱离地球 那想必会比环绕地球要难一点嘛 要需要更快一点 那怎么算呢 其实也很简单 用我们前面学过的力学能守恒 把他的动能全部换成卫能就可以了 一开始在地球表面的动能 加上在表面的卫能 最后要等于 让他脱离掌控 可是这个引力他的距离 作用距离是无穷远 引力的作用距离是无穷远 那如果你要脱离他的掌控 那就是要到无穷远处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用 一个最小的速率射出以后 这个物体他可以到达无穷远处的意思 就算他有被重力扯后腿 但他还是可以到达无穷远处 好那我们是就可以继续写下去 一开始的动能就是二分之一 m乘以v 这个v就是我们要的脱离速率 好一开始 一开始的卫能二分之一mv 我们这里会加一个e 这个e叫做escape escape就是脱离脱逃的意思 然后表面的重力尾能 是负的百分之gm 然后会等于后来的动能 后来到无穷远处 到无穷远处我们要的是他最小的能量 可以到无穷远处 所以他到无穷远处的时候 应该能量都已经变成了重力尾能 可是这时候的重力尾能又是最大值 我们之前定义 重力尾能的一般形式 最大值是在无穷远 而且最大值是0 比他低的都是负 所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劣势 在地球表面的动能 然后加上地球表面的位能 最后这个物体它可以脱离地球掌控 在哪里脱离呢 因为重力影响是无穷远 所以它是在无穷远处去脱离的 好这么一来你就可以算出来 原来这个 V escape 脱离速率 就会是根号的 2大G大M 去处理吧 那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个 带进来 用大G大M 用重力加速度乘以R平方 来替换掉 这个 大G大M 或者说你可以两个去做一下比较 这一个 跟刚刚的 环绕速率 它其实就是差根号2倍 它其实就是差根号2倍 好我们可以 把它写成 把它写成 我们根号的2GR 这个就是 你要脱离地球掌控 所最少需要的速率 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根号2 去乘以根号GR 那这个根号GR 在我们上一阶段有介绍 它的数值 它就是 大概是每秒8公里 所以 你可以乘起来 1.414 去乘上每秒8公里 结果大约是每秒11.1公里 大约是11.2公里 大约是11.2公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要脱离地球 你的飞行器在地球表面发射的时候 最少就是要每秒11.2公里 这样你就可以脱离地球的掌控了 如果你要到别的星球去 你就需要至少要在地球表面 达到这个速度 你才有可能脱离 地球引力的掌控 好 所以这就是脱离速率 它的意义 用一个速率 把物体往上发射 那 这个物体它用这个速率 往上发射的话 它可以最后 它的动能 会换成重力位能 然后 在无穷远处 脱离地球的掌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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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